看片之前記得訂閱如一 YouTube 有你們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走得更遠 受過很多 可以說是挫折 因為之前的傷害已經太多了 既然過了去 過了去就等於 你要放下 放下或者放過自己 放過別人 如果時間能夠倒流 李麗珍會回到她8歲生日那天 那天媽媽送了她一隻公仔 一個很可愛和懂得眨眼 作為音樂的公仔 亦是她人生第一個公仔 因為我有個弟弟 她是年初出生 她是年底出生 所以我的生日禮物 多數是一輛車 因為我弟弟喜歡車 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公仔 我第一個公仔是我媽媽送的 可能她也看到 你經常送一輛車給她 她可能不太喜歡 所以我很記得我媽媽送給我 第一輛公仔 我十分開心 媽媽深水清 知道孫女其實不喜歡玩具車 半個世紀之前的事 依然深刻意 深深地印在李麗珍的腦海 因為當中有濃濃的愛 70年代屋邨長大的孩子 大概都習慣了共享資源 玩具車也好 公仔也好 她沒有興趣和弟弟爭寵 反而實在在在想 怎樣為家人改善生活 我是最大的 家裡環境不是不好 我都一直希望自己可以幫助家人 可以有好一點的生活 好一點的條件 吃好一點的東西 慢慢不要再吃隔夜菜 憑著這個願望 李麗珍入了電影圈 演過很多令人難忘的作品 也有過幾段轟烈的愛情 一回頭 原來已經過了40年 現在親人都不用她憂心 反而她仍然是孤單一個 有個女兒陪我 她答應了她會陪著我 可以說電影圈都看著我成長 養大我一家 我都很感激 所以我很希望我將來會繼續有作品 讓大家欣賞 不再糾纏愛情 以後的心思只是專注在工作上 其實只活得快樂 就不需要盼望時間倒流 李麗珍和家人感情很好 午夜夢回 已經過世的父母和媽媽 總令她特別思念 我有時都很想 可否有穿越這件事 我真的想穿越去回那個時代的日子 可以跟他們一家人吃飯 因為現在其實我爹、媽媽走了 我媽媽更加走了 我弟弟的兒一問 我妹妹就結婚了 其實只有我 所以沒有機會 跟爸爸、媽媽、媽媽、弟弟、妹妹 吃飯已經是不可能的 只有做夢 還有我想穿越 只有回望 才知道什麼最值得珍惜 她是家中獎女 早有賺錢養家這個念頭 14歲在銅鑼灣被星探發掘 拍了第一個廣告 直至爸爸、媽媽在電視上看到 才敢跟家人說 因為小時候家裡都挺嚴重 很多事情 做女童軍又說不行 去露營又說不行 所以我先斬後就 我覺得 我有一群同學陪我 我沒有什麼危險 又有錢賺 我就不問家 因為問家一定不行 後來他們在電視上看到 這個不是 真的? 我說是呀是呀 都挺好 我拍得 他們說 下次先告訴我 所以這樣 又不是很反對 只不過我沒有告訴他 他好像覺得我太大膽了 然後就說 如果下次有機會拍 我就告訴你 這個爸爸跟我說 他中學時期是個男生 喜歡打籃球 從來沒有覺得自己漂亮 聽到別人說我漂亮 我說是嗎? 我沒有說可以利用這件事 去再去想 之後做什麼 就是有說過 拍著先 然後有電影找我 那時候 中學剛剛畢業 但還沒有放榜 我沒有說的 那我就說 做著先 就是 不是很辛苦 怎知道一拍 同時間就拍兩部電影 那我就覺得 都挺辛苦的 如果放榜之後 看看有什麼再好一點的工作 那時候的炒爐是一個普通人的 差不多十倍 那我覺得都挺難得的 如果我做一個普通的 譬如 受課員 所有事情都不夠 做這個行業 這麼快賺到錢 還有我從小到大都想家的環境好一點 所以我就沒有想過 第二個方向 自己去不了外國讀書 我都希望可以供我弟弟去外國讀書 李麗珍記得 第一次出糧馬上斬料 校竟一直疼愛她的媽媽 因為我們客家人 她經常吃梅菜 就送飯 很少說特別吃什麼肉 所以我買了叉燒 或者香腸 很開心 還有錢我會給一半媽媽 因為我怕我不懂得打理 還有我不知道什麼叫做給家用 所以我會有一個片集 我會先交給一半媽媽 一半當然是自己用來辦名 去玩 你是真小姐 你是超級漂亮的 你是真小姐 從84年入行開始 透過10年她平均一年拍四五出電影 當中不少角色都叫阿珍 是的 不知為何 因為很多電影都是做我自己 尤其是高智芯導演拍《富巨碑》 她就是沒有教我怎麼演戲 根本就不用做 我做一個屋邨的輪家女孩 我自己就是一個屋邨的輪家女孩 根本就不用演 所以她對我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還有富貴迫人系列的來底 表面上機會不絕 但大多都是一班人柴娃娃 實質發揮有限 為了尋求突破 93年把心一橫 踏上性感之路 拍了《愛的精靈》 《蜜桃成熟時》 《不扣柳的女孩》 《三部三級片》 其中蜜桃成熟時的票房 更加是大收1200萬 96年以400萬片酬 只拍《玉蒲團之玉女心經》 成為一時佳話 據說那個年代 稱呼這種電影叫唯美藝術電影 她也覺得 賣青春和性感是很自然的事 跟公司談了 對我有幫助 對我的戲路可以擴張多一點 沒有考慮很多 反而公司給了很多條件 即是拍到寫真 除了電影還有一些 譬如讓我唱歌 給我很多嘗試 所以我覺得 我沒有決定錯 已經比我有更好的發展 如果時光能夠倒流 還會不會選擇這條路呢 既然是上天安排的 我都接受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選擇 我不可以覺得很後悔 不行 沒有得後悔 沒有得後悔 他們覺得這件事是我的工作 我自己的選擇 對家庭也沒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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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想起媽媽 當時我做事 不可以經常看到她 尤其是她後來病的時候 我就問媽媽 我不可以經常來探望你 你要乖乖吃東西 不要想太多其他事情 她就回答我 見不見都沒有所謂 你想我的時候 即是我想起你了 令我很感動 到現在我都覺得 我想她的時候 她一定是記得我的 對我是一種很大的支持 因為她們在天上 如果看到我不開心 我覺得她們也會不開心 三級片是踏腳石 她的戲路的確是擴闊了 99年憑許安華撿到的電影 《千言萬語》 奪得金馬獎 和金字經獎最佳女主角 成為雙鳥影后 攀上事業高峰 她飾演一位失憶的水上人 蘇鳳梯 再不是以往的柴娃娃 蘇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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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等 例如《開心鬼》 《富巨逼人》 那些都是群戲 都不用怎麼想怎麼做的 但許安華 她不是直接教你 怎麼演戲 她是叫我感受一下 怎樣怎樣怎樣 你自己感受了 你就演出來吧 我不是很會教你 那時候我就開始自己想 叮一聲 開始 想怎樣 可以做得好一些 還有導演很好 就是把我不好的剪作 她覺得好的 她擺出來 給大家欣賞 導演很受 這個圈的尊重 許安華導演 我都是 因為她才會有這麼好的成績 我都很感激她的 李麗珍在96年和許願結婚 拍《千言萬語》的時候 女女兩歲 電影有好成績 都可能和穩定的感情生活有關 之前都 雖然有這麼多戲拍 但是 都是爬爬烏 戀愛佬 那時候 開工 就看錶 看什麼時候下班 李麗珍承認 年輕的時候是愛情折象 經常被戀愛充分頭腦 她的情史也可以說真是輝煌 最為人熟悉的是和潘元良的一段情 兩貫經歷多次離合 都未能修成正果 令人唏噓 因為之前都 受過很多 可以說是 錯節 不順利 有時選擇對 有時選擇不對 特別多 情劫 即是難桃花 或者所有的錯節 都是上天給我磨練 我經過每一次錯節 我都知道應該怎麼去應付 但是我覺得辛苦 都有機會捱過去的 因為 始終我天給你的生命 是很寶貴的 你不可以因為一時的錯節 去想其他傷害自己的事情 或者你以後很好 如果你現在放棄自己 那就很可惜 人世間若無雙欠 審慧相見 但她用到劫子去形容 可相而知過終的傷害 是的 有兩次很大惡 不過她都過了去 我都很少想回頭 既然都過了去 過了去就等於 你要放下 放下或者要放過自己 或者放過別人 放下了 或者我70歲才認識到一個 我真的關心和一個盤 很難說的 沒有這麼可以告訴我 你出去不可以撕水嗎 有個女兒敷衍我 是的 我覺得已經 給我很大的滿足了 哪些是情劫 哪些是藍桃花 大家反正早已經傷亡於江湖 其實都不重要了 我們也沒有必要 將已潔家的傷口 翻開灑鹽 儘管劫數藍桃 最後逃到出來 應該好好活下去 今天的李麗珍 樂觀開朗 已經走出色入陰霾 現在不用吃什麼 骨藥那些 是不是康復了 叫做康復了 開心得很多 其實最大問題是疫情 和我爹和媽媽 那時候連我的狗也一起走 所以那段時間 是最辛苦的 但是到現在 很多事情 很多劫 很多崎嶇的路都過了 我現在覺得自己是最幸福 做的都很順利 不用優柴優米 最重要是身體健康 無憂無慮 其實平膽是最好的 李麗珍並不是一無所有 和許願的婚姻 雖然只維持了四年 但帶給她一個乖巧的女兒 許耳蓉 一個單親媽媽 照顧一個小朋友長大 還要照顧家裡的老人家 其實都挺辛苦的 我覺得我很幸運 這麼多年 雖然不是說 可以叫大紅大紫 但我也有工作 可以支持到我的生活 支持到我有不同的作品 女女今年27歲 從事Marketing 和時裝方面的工作 和李麗珍感情非常好 從小到大 都是媽媽的精神之處 她算是很懂事 我記得她好像是小學五年級 她看到我 有時真的不開心 我儘量不會讓她看見我哭 但她感覺到我不開心 她在她的功課後面就寫了 媽媽 你不要不開心 有我陪你 我會努力上課 她會努力讀書 雖然她有寫錯字 而且文化不是很對 但我覺得她這麼小 已經有這個心 我真的覺得 做這個媽媽 其實我很幸運 即是一個上天給我的恩詞 但這些字越來越蒙 我正在想辦法 如何可以把這些字 整理清楚一點 我還保持著 李麗珍知道要令女女開心 首先要自愛 我覺得她的成長 她都是看著我的 我很大責任 要給她好保養 我儘量表現得開朗一點 就算有甚麼不開心 我也儘量 不要去鑽牛角尖 沒有說有誰有責任 去疼我自己 永遠她在我旁邊的時候 我都是盡量開心 而且其實真的開心 人說 人情人欺天不欺 天會看著我的 她很簡單 喜歡一大群人開工那種感覺 她們說 現在都不不吹 骨頭嘛 我都自己在那裡笑 那婆婆這個名字是否你自己改 不是 我朋友改 她說 你應該當阿婆了 還不肚孫 不是等肚孫呢 病驚 腦不驚 因為腦是一個福氣 生老病死 都是上天的安排 你鬥不過天的 最重要是你在生命當中 珍惜現在和努力將來 我將人生分開三個階段 我現在過了兩個階段 還有一個階段 帶來的事情 我可以繼續努力 可以珍惜每一個機會 李麗珍笑意盈盈 依然美麗 眼前根本就是大家熟悉的珍妹 時光不用倒流 我們珍惜現在就好了 掰掰